很多朋友都想学习面店里面 吃面下面吃饭下饭的软烧 但是就是做不来 其实做法特别的简单 家中有条件的朋友可以选择三成五花 没条件的朋友可以跟我一样 用这种腊肉大肥镖 把它切成我视频中这样子中指大小的丁 放入大块的洋葱跟金葱 再来一丢丢的生姜 加入一大碗的开水开大火 先把油给它烧开 把里面的水分给它烧毁发掉 咱们转中火慢熬 熬制像我视频中这个状态 金葱的水分给它熬干 熬制成金黄色 里面的肥镖给它熬成油渣 咱们用露勺捞起来 捡去里面的尿渣 把油渣给它捞出来 先绑一绑备用 锅中留少许底油 放入姜蒜 给它炒干炒出香味 接着放入青红花椒绿 豆瓣酱炒出红油 再根据地方口味 加入适量的辣椒面 用小火慢炒 把这辣椒面香味给它炒出来 放入少许的蚝油 再把提前熬好的油渣 给它倒进去 用小火给它翻炒均匀 最后再倒入两瓶 快要过期的啤酒 放入少许的鸡精跟味精提鲜 再加入小半勺的白糖 给口味中和一下 盖上锅盖 用小火给它熬20分钟 时间到了 咱们切开锅盖 加入少许的香醋 白胡椒粉 孜然粉 开大火 快速地翻拌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把它进放24小时再吃 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咱们用它来吃米线 吃面条 下碗米饭 那真的是绝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